大家好,我是李靖河 我住生在漂亮的芽庄 芽庄是越南南部的芽海城市 芽庄又有蓝色的大海 又有白色的沙滩 还有绿色的岛山 因为芽庄有海 所以芽庄有很多好具的海线 芽庄是有名的里面圣的 不过芽庄的美丽自然不是我最喜欢的 芽庄人的平安和简单的生活 才是我的最爱 我觉得因为他们有很美的生活环境 所以他们生活非常有趣 我会给你们介绍芽庄文地海链生活 芽庄是一天钟,尊敬的时候 天还没亮 天空黑黑的,蓝蓝的 虽然还很早 但已经有不少人了 看着平静的早晨和安静等 等待日主的人们 我对新一天的开始感到非常期待 一个小红点住现在地平线 小小的,红红的,很可爱 那个小红点越来越大 跟一个国王慢慢走向他的宝座一样 不远被裂开,让太阳慢慢的出来 日光染红了天空,天空变成黄色 很灿烂 看到日主才让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的 海边的人越来越勇气 不特色和记者几满了平出场 摄影机的声音和笑声同时响起 海湾越来越来越来 场景很简单 看出这道行之受好 并明镜至美 华盛人 几分钟 华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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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是新一天的开始 也是渔夫收工回家的时候 转一旦到安 渔室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阳光下的下雨 这种渔室就在竞争开放 也很快就散了 先去海滩再去吃早餐 这是芽丈人的习惯 早餐后市咖啡时间 芽丈人最爱早上喝咖啡 尤其是星期日早上 他们不一定在咖啡店喝咖啡 这只是家人和朋友 受聚会的习惯 芽丈人的早上活动 又丰富多彩 又有生活的氛围